1967年10月17日深夜 北京协和医院 几位医生和护士在一间病房里来回忙碌 正在抢救一位病人 直到凌晨两点 专家组为首的医生还是深叹一口气 他看了看墙上的时钟 说道 宣布一下病人死亡时间 17日凌晨2点28分 死因因尿毒症导致肾功能衰竭 在医生说话的同时 一旁的护士正在一句一句地记录着 好像这个刚刚去世的病人 是个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 这位死亡的病人 他很难称得上了不起 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 也确确实实算得上是一位大人物 他叫溥仪 曾经是清朝的末代皇帝 还当过为满洲国的皇帝 在他去世时 他的身份则是新中国的普通公民 与常人并无二致 溥仪去世后 我国社会对此感知并不算强烈 也没有多少人知道这则消息 但作为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 舍iz永世宫